大家好 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支县 越动吧 龟舞团 支县温泉大冒险 支县 红镇白景图 隐藏任务 找回小猫 而越动吧 龟舞团这个任务 咱们不做这个任务的话 这个地方 我标点的地方 这边是有一个潮汐质疑 大家是拿不了的 好 咱们先跟着一支的任务指引 来到这个中枢训标 我们就不要做一下 这支的这个任务 传过来之后呢 我们开样地图的这个西南方向 这边让我们协助 龟龟击败敌日 咱们就跟着这个任务指引走就可以了 暂停的清晓怪 好对啊 切上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跟着这个龟龟走 然后他给我们指引的一个方向 我们去找他 剩下两个任务的话 我会放在那个任务篇里边 然后带大家剁 那两个任务不是很影响我们的这个区域推荐 所以说 等明天醒了之后再给大家剁 这边清晓怪 最后清晓怪之后呢 让我们再次跟上他 继续跟上他 这个任务也不难 那就是需要大家一直跟着就行了 好 这边我们需要再次清一波怪 来救他的朋友 来救他的朋友 好 这下贴上怪之后呢 我们来跟着这个任务指引 常看地上的笔记 好 再来过一下这个对话 看 地区跟着这个任务指引走 这里我们一路跑回去就可以了 哎 卡住了 这边已经是变成 这个DJ龟龟了 不是普通的龟了 来 启动 好 这里呢大家就完成一下他这个小的这个音游 很简单 然后我们拔出这个乐器 这边任务就算做完了 主要就给到我们一个活动的一个 送的武器 然后旁边有这两只滴滴滴龟 那我们任务就到此结束了 好 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地图 然后 传送到这个 目前当前位置的左上角的这个传统点 传送过来 带大家拿这个 应该是最后一个宝箱 传过来之后呢 往着地图这个东方向走 比如东方向 现在做完任务之后呢 地图东方向这边呢 就会刷出来一个 抄袭之仪 这里之前我们来过 但是没有带大家来这里 因为我自己的任务都没有做 我在想大家可能 没有多少人 做这个任务 所以说放在最后一批 带大家补一下 来这边我们天窃罐 好 天窃罐之后呢 我们来开启这个抄袭之仪的宝箱 好 这一批呢 是咱们这一个 红阵白景图这个任务 首先呢我们先传送到这个红阵下方的传送点 然后咱们点一下这个任务最终 然后追着这个光点走就行了 往着我们的这个北方向 看我们的北方向走过来 来在我们右手边 这边呢就有一个密西他叫巡警 我们跟他对话来接取这个任务 白景图 好 然后呢我们前往这个 温泉跟着这个任务指引走 47米 行进C方向 这边呢需要拍摄这个补述 我们就是调出这个摄像机 来 拍摄一下 好 拍完之后呢我们再跟着这个任务指引走 还让我们去拍下一个 拍一个地方的 那这边 走到前方这个拍摄点 我们开启拍摄 残放呢我们需要拍这个圆环 好 拍一下 这边呢搞定 然后呢让我们去到这个山坡上 山坡上的话 我们传送到这里呢 会比较快一点 那么到这个乌龙港 左边的传送点 这样的话上山也没有那么累 好 直接回头 跟着我们这个任务指引走 这边只需要小爬一下 就可以上这个山了 行进吧 来 我们避开这些罐 这样的话就不用打架 我们在旁边绕一下 绕过来 好 我们站到前边 这边来咱们调整一下 好 然后点击拍摄 它这个是绿色的话 咱们就可以拍摄了 这代表咱们拍的没问题 好 这边整它这个任务 就不要对话一下 过一下剧情 先不着急 好 然后呢让我们再拍一张这个红阵的照片 我们走到这边 拍摄 搞定 然后那么这边呢 咱们直接跳下去 给它对话 这里就好交任务 请进吧 不要跳来 好 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任务也就完成了 然后顺带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目前我们地图上 你能看到的就是这几个区域任务 其中这个 从杖 译文 这个任务是没法接的 这个任务目前还没有开启 要需要等到后续的话 它才会开启 大家先不要着急啊 这个任务现在没法做 等到时候能做了 第一时间给大家补上 好 这一批呢 是我们来补一个这个宝箱 它同时呢也是一个 任务 首先我们先传送到这个红阵 左边的这个中枢性标 这个传送点 传送过来 传送到最标之后呢 我们直接往前边走 视角不用动 直接朝这个东方向往前 我们直接一路往前冲 来 我们从这个左手边 这边有个这个台阶 我们走这个台阶上来 然后看一下我们地图的这个东北方向 咱们这边呢有一个这个MBC 它叫这个小唐 我们给它对话 来 这边呢 来 这边呢 就可以接到一个隐藏的任务 它在咱们这个任务是不显示的 然后它就是让我们给它找猫 这边呢 接完之后呢 我们传送到这个 游龙脊 右上角的这个传送点 传送过来 好 这边传过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地图的这个西北方向 朝个地图西北方向走 我们爬上前边这个坡 来 从右手边 如果说你有勾着的话也可以勾一下 快速的爬上去 这边往了西方向 走过来呢 这边是有一个这个营地 然后接完这个任务之后呢 会刷出来一个正手宝箱 来 这边我们先把怪经营讲 好 再贴上怪之后呢 我们来开启这个宝箱 拆下这个宝箱之后呢 在我们宝箱这个 西方向 这边有一个木箱子 我刚打怪的时候 就不小心给打掉了 就在这个位置 当然把这个木箱打掉之后呢 里边会有这两只小猫 我们跟这个猫对话一下 点调查 好 这边大家在调查完这两只猫之后呢 在原地等待一会儿 一定要等它这个下方弹出来一个对话 也就是漂泊者说一句话 就是说什么要回家了 然后要前往这个红镇返回家 好 这一话说完之后呢 我们再打开地图 回到刚才这个中枢性标 也就是红镇这边的中枢性标 一定要等它说完那句话 否则的话就是 咱们回去交不了任务的 传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往着这个东方走 也往田 就是咱们来死了的路 继续往田走 然后从左手边就位上台阶 去找那个小唐 交一些任务 来 左手边上台阶 这边呢 那大家一定要等到那个 出那个对话 谈出那个对话之后呢 出那句话之后 在这一批 传送回来交任务 否则的话 这两只猫 不会回到这个位置 到这边之后呢 我们再跟它对话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 咱们这样一个 隐藏的这个 任务 好 那这一批就到这里了 下批再见 拜拜 好 这一批 我们来做这个 温泉大冒险的这个 这个直下任务 首先呢 我们先传托到这个红阵 红阵的这个传送点 传过来 然后这边呢 我们看着这个小地图 他在我们头顶 从这边爬上去 看着你的小地图 他在我们上面一层 来 随便来找他 这个叫丙格 我们跟这个丙格 对话一下 接取这个任务 温泉大冒险 好 这边那我们就跟着这个任务整营走 去摘第三个果子 我们先去这个最近的这一个 一共要我们摘三个果子 好 这边对话我就跳一下 一个 然后呢我们再打开地图 然后传送到这个 游龙脊的这个传送点 随便来我们来摘第二个 好 好 这里呢大家暂停清一个怪 好 就在切上怪之后呢 来采集这个果实 这个果呢拿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到第三个点位 然后来到这个红阵左标的这个 中枢性标 穿过了 来 穿过来之后呢 往了这个北胖来走 来 穿过来之后呢 跟着这个任务指引 对不对 走过来 好 散一下这个果子 好 加上之后呢 我们拿回卷 然后回到最开始的这个传统点 在这个红阵这里 然后回去教一下这个任务 继续从着我们这个右手标在这里 爬上去 请进吧 爬了来之后呢 找这个丙格 交一下 好的 交完之后呢 咱们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那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